无止无尽的暴雨 洪灾 全球肆虐 中国东北洪灾一个多月之后 水退了 习近平来了 终于视察哈尔滨 来到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北方粮仓 他一字未提粮食危机 谈的居然是备战 要能打仗 同一个时间 拜登却直接点破了 他说习近平正在为中国经济忙得不可开交 不会借由经济困境发动侵台 今天我们就从中国东北来看起 粮食拉警报 重工业生了秀 这是多大的警讯啊 拜登目前说习近平困在经济之中 从哪边可以看到呢 在这次二十大工业国会议当中 李强一直希望能够单独会面 但目前拜登就说了 双方位阶不对等 在整个大会面当中 拜登直接说了 目前中国一点对抗的一个气氛也没有 为什么呢 根据拜登的一个说法 拜登目前是用危机来形容中国的一个经济 目前中国包括了失业率 包括了房地产的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但这当中又带了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很重要 因为最近中国进了iPhone的一个手机 在公务员当中的一个使用 所以拜登就语重心长的说 相当于在贸易上改变一些游戏规则 真诚的希望能够恢复正常 但这个时候呢 金融时报特别讲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二十大工业国是有所谓的轮值主席的 中国目前强力反对美国在2026年担任二十大工业国的轮值主席国 凸显了北京目前跟华府之间强烈的不信任感 好 明宽哥我们讲到了一个重中之重的重点 就是拜登另外提到这个重点 他对于中国在进iPhone这件事情 他特别在去20把他提出来 这件事可大可小 小不了了会一直大下去 为什么 包含了商务部 包含了FBI 请全美国之力开始针对这个掀起美中浪潮的华为新手机展开彻查了 没有错 美国目前包括了商务部跟FBI 特别去调查了所谓的华为的一个新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谈论到所谓的梁梦松 梁梦松虽然是台积电的一个叛将 但是他在欧美人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词 叫做晶片魔法师 那这个晶片魔法师 俊显哥 因为目前到底有没有去采到美国商务部的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晶片条例 目前梁梦松的说法是 我用28奈米的一个架构 经过世道的DUV的一个分光 我硬把7奈米给扛出来 所以最近就在星期天 欧洲说这一块晶片到底要花多少钱啊 他们在初估可能是5倍到10倍的一个成本这么多 但现在美国你说你只要有采到我的一个禁令的话 包括了晶片 包括了梁梦松 未来都会遭受到美国的一个制裁 但美国现在一直要找说到底有没有采到 目前还在往前走当中 但我们来看喔 中国当然它也不是省油的灯 发生什么事呢 日本的经济新闻 哇 这个整个禁令 现在是一道接一道了 各位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突然间 突如其来的禁用iPhone手机高阶的公务人员 最近想不到加码了 发生什么事呢 最新的一个通知包括禁止使用Apple Watch 跟所谓的AirPods进入到所谓的一个工作场所 但没有想到禁令才刚出来而已喔 一则又一则的新闻马上就出来 中国有非常多的一个核电厂 这个核电厂当中有一个叫做中核集团 中核集团的员工就说喔 我们在8月份就已经收到通知了 目前呢包括了苹果的手机 包括了苹果的电脑 这个都不能够使用 而目前呢雪上加霜的事呢 我们在看喔 内蒙古是够远的吧 内蒙古的公营医院的一个护士 他们就透露喔 当地的一个政府就通知 所有的医院的员工 包括了医生 包括了护士 包括了工作人员说 目前苹果手机具有所谓的一个重大安全风险 也禁止他们使用 所以目前苹果系列的产品会不会扩大禁止 全世界都在观察 这是观察的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是特斯拉 最近中国武汉的一个公安 居然秀出了一个公文 说什么呢 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所谓的一个 射密场所 因为这件事情出现过太多次了 但现在呢 今年好多人大家就觉得特别奇怪 好多地方特斯拉都不能够进去喔 然后呢包括了军事的一个药地 包括了所谓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 那个很多地方可能是军方用的 可能是所谓的一个政府使用的 那么中国今年就有四次高速公路 在辞职交通管制的时候呢 你开特斯拉对不对 下去下去下去 给我下交流道 所以现在呢 中国对于整个美国的一个产品 说进就进 说管就管 从Apple 从iPhone 一直到特斯拉 你会知道 它在进美国的主力产品的过程当中 它分明就是七伤全 它也伤自己 没有错 我们现在一折一折来说 特斯拉的一个电池的一个供应商 40%是由中国的一个厂商 包括宁德时代来用的 但其实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啊 其实马斯克现在是对于刀片电池 是流口水流到不行 它那个订单下或不下 目前一直在所谓的控制当中 而苹果的一个供应链更糟糕 为什么呢 控制苹果是一个欺商权 苹果目前呢 60%的制造是在中国 而整个苹果手机的一个销售呢 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也在中国 所以目前呢 我们来看哦 中国现在跟整个苹果相关最高的叫利逊 利逊的股价最高是63.8人民币哦 最近已经跌到剩29.3 腰斩都还超过了 但现在呢 中国这个欺商权会不会打到自己呢 不管是特斯拉也好 不管是苹果的一个相关系列也好 几百万人都在那个地方上班 我们来看这个深圳保安区松钢的工厂 怎么看过去 我们来看这真吓人啊 里面真的 过去是车水马龙 现在是连一个人都看不到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空洞的画面 空无一人的画面 如果你苹果 你再打下去啊 特斯拉你再打下去啊 这样的画面就慢慢会蔓延到 原来还谨慎了一点点 人身鼎沸的瓶盖股的工厂 搞不好失业风往那个地方吹啊 没有错 所以简单的说 当整个中国的政府想要去制裁美国产品的时候 其实美国 中国的一个企业也会沦为所谓的一个祭品 包括了失业 包括了很多的一个商业等等 包括竞技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真的打得太重 中国也会受伤非常惨重啊 再来给大家看到 习近平陷入经济困境的另外一个极为关键中的关键 中国东北 你看他踩在哪一片土地上 一个月前这里还淹水 还洪灾 这里是哈尔滨 这里是全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粮仓 为什么来这里看 他绝口没有跟你再提粮食危机 他谈的是打仗 很多人就在问 习近平的打仗背后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暗夜吹口哨呢 9月9号那天是20大工业国的一个开会 习近平说我不去 好 怎么样重大的一个行程 让你可以放弃20大工业国的一个会议呢 结果9月9号新华社就报导了 习近平一趟路跑到东北去考察了 跑去考察结果呢 居然还有所谓的话外之音 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第一个现在农业农村要现代化 但视察了北部战区的78的一个集团军 后面又是旧话重提 要求全面提高备战打仗的一个能力 简单的说去看粮食区 但看完了之后呢 大家要把粮食准备好啊 中国可是随时要应战的 过去东北在全中国的经济当中 其实是属于在整个后段班这块 但现在呢 黑极寮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目前的成长幅度是高于全国的一个平均水平的 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 其实很多的一个坏消息 接连的一个过来 各位都知道今年8月份有所谓的暴雨 暴雨洪灾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过去100年来黑龙江从来没有台风过 结果呢一个月台风来了两次 打了他们东岛西歪 目前包括了稻田的受损是非常坏重的 那我们再来看哦 1978年中国东北的GDP占全国13.9% 因为那时候的重工业还相对强 可是各位到了2022年只剩下4.8%了 过去中国包括第一台的国产汽车 包括了坦克包括了喷射机 各位都知道沈阳飞行公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现在呢已经转到了四川飞行公司了 现在东北的一个整个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多 现在的东北已经轮回了所谓的中国的一个铁锈带 但现在呢 东北最大的一个特殊钢的一个国器 这个叫东北特钢 这个是中国包括像什么 嫦娥啦神舟啦太空计划 战机驱逐舰的一个原料 想不到呢这么重要的一个公司 各位2016年爆雷140亿人民币 到了2017年他也破产重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重工业的所在 粮仓的所在 结果重工业变铁锈带 粮仓短短的时间之内 连续两个台风摧残之下 粮食危机引而未发 我就问东北三省如果不好 中国经济怎么会好 而且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现在最可怕的问题叫人口 为什么呢 老年的人口持续上升 但是新生额持续在减少当中 目前包括了黑龙江的一个人口少了16.8 吉林的人口少了12.3 而现在更重要的是当这么多的人变成老化的过程当中 东三省的养老金缺口高达1892亿的一个人民币 好 穷则变 变则通 总是要来想些办法 可是呢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的一个官方 想的办法过去三年来看的几乎都一模一样 只要经济不行就是搞电商 2022年呢黑龙江的嘉音县 他就说了 电商进农村示范工作 又是培养电商人才 直播带货 打造整个电商旅游加农业 但简单的说 现在呢就是没有人 你花了一大堆钱盖了一大堆硬体设施 没有人要来旅游 怎么可以带得动当地的经济呢